位在瑞穗香复兴村的庆安宫 是花蓮地區少有的古老土地公廟 1920年新建到現在 庆安宫本身由13塊大小不一的厚石板組成 民國40年花蓮大地震 廟體城因為強震震毀基座而傾倒 不過卻還是完好的 被村民視為神機 而歷經多年都沒有被整理過 原本刻在上面的字跡也斑駁看不到了 當地居民早在多年前就向民意代表 還有鄉公所反映希望可以保護庆安宫 29日終於是在鄉民代表林玉芬召集 舉辦了瑞穗香庆安宫建 宇哲保護历史建物專案 达成共識要朝向登陸為古基 来永久保護抢救最老的庆安宫 这一小小的建築 其实是一座百年庆安宫 位在瑞穗香的父親村 当地居民为了要让这座百年历史 古老的土地公廟 受到良好的照顾以及保护 多次的向民意代表 以及公所提起建议以及计划 不过都迟迟没有下落 在议员林玉芬的召集下 29日下午办理保护瑞穗香 复兴村庆安宫土地公廟 新建宇哲等 避免日晒雨林 以保护历史建筑专案会议 那先行保护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对这个历史建筑 刚刚都说风化 已经都风化 然后所有上面的字体 也看不清楚 这个就要委托我们文化局这部分 能不能是不是研究出一个方式 是能够让它怎么来保护 或者是怎么样再找这个技术人员 对宗教这个区块的技术人员 来协助来维护 让它能够保存得更久 章案会议当中村民都纷纷表示 希望能够朝向古迹保存用地 来保护这座百年土地公廟 并且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完成 建筑是我最迫切的 也很希望说我们县武单位 能以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先建立起来保护它 我们希望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 我们赶快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 我们并不是要见面 我们不是要成立一个庙 需要很多人来参拜的行程庙 我们希望的是把这个古籍保存下来 文化局也表示乐观其成 目前会先等瑞穗香公所提及 新办事业计划 文化局再来协助后续的变更计划 共同来守护清安宫 把一个新办事业计划提到文化局之后 文化局就会来去 文化资产保存的方向 然后帮它审核审完之后 它就可以用这个核定的西班事业计划 去做废都市的土地使用的变更 1920年新建到现在 清安宫本身由13块大小布衣的厚石板组成 民国40年花莲大地震 庙体曾经因为强阵震毁基座而倾倒 却仍完好 被村民视为神机 终于在这场清安宫保护历史建物专案 达成共识朝向古迹保存用地 来永久的保护抢救最老的清安宫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